哇 差点就这个居然物鸡了 这应该是国内最高配置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杰克涛 新闻咱们的国产大飞机C919 即将开启它的商业首行 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和激动 想在第一时间要来打卡体验一下 所以咱们今天就以一个普通乘客的视角 来带大家感受一下 做咱们的国产大飞机出行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今天要乘坐的这趟航班 是由成都天府飞往上海 虹桥的MU9198的航班 这是这架C919 在昨天完成北京到上海的 首次商业航班之后 将在这条航线上开启 它的常态化商业运营 那为了一段时间 大家都可以来体验和打卡 这趟C919的航班 所以现在我们就去到 这个公航的直击柜台 办理直击 我今天来的比较早 就希望能选一个好一点的位置 靠后一点 方便拍摄一点 可以办理吗 拿到这个登机牌 因为这个直击过程不让拍摄 咱们就尊重他们的规定 原本是想好好地买一张公务舱的 但当时打开订票的时候 公务舱没了 只有经济舱了 如果能买到经济舱也不错了 而且这个票价和今天这个航班号 都很有纪念意义 我当时买的时候票价是919元 刚好对应C919 而且它的航班号是MU9198 现在就是就要就要发 多么的吉利 走吧 哇 哇 好多人呢 到这个230的登机口楼 这边好多这个非友 还有堂寺的人都在合影 大家都在拍照留念 我也是第一次见C19的真机 整个就一个漂亮 好多工作人员和基务都在下面打卡留念 看得出来他们也是非常的骄傲和激动 作为从业人员应该感受更深了 大家知道这个C919名字的由来吗 其实C919 这个C呢代表着中国商费首字母的缩写 然后同时也是咱们中国的英文字母China的缩写 9呢代表着金九不衰 然后后面的19呢就代表着它最大的座位数 好像是192个座位啊 最大的这个载客数 所以C919就是这么来的 同时我觉得这个C还有个寓意 就是C位出道同时也有这个ABC三足鼎立的意思 所以寓意买买 好的您不是去那个天津街 吉祥吗 对吉祥的 您飞的啊 你好你好 不好意思 哇我刚才在那边拍摄都忘记听这个登机广播了 拜拜 遇到一个A321的飞友 哇差点就这个居然误机了 这居然是最大的一个惊喜和彩蛋吗 应该是惊喜啊 现在我们就马上就要登上这架C919了 哇第一次坐咱们的国产大飞机 就像第一次坐飞机一样那种期待和激动 我们就要登上C919了 好激动 这架C919它是一个两舱的布局 然后前面是8个公共舱 后面是152个经济舱 那我们今天这架飞机基本都是满源 我的作业被调到了最后 让地面帮我换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都是多少我都忘了 5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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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边 好到了谢谢 哇这要是没坐上 这得多遗憾 我今天走上来的第一感觉就是 我觉得所以它整个舱内空间 给人感觉就是很简约很大气 我会觉得很急缩的感觉 虽然它是一个载体的这样一个飞机 但实际特别是坐上 坐到这个坐椅之后 我今天坐这个经济舱 就最明显感觉比我同级 做的那些320或者说737 它要宽一些 而且这个坐椅的熟视度很大 可能我觉得也在于它的这个承托面积 以及我前排的这样的一个头部空间 大家看一下 几乎还有两天 所以啊 这个公务舱的坐椅加上我们这个经济舱 都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 这样的一个客舱的坐椅 所以博人最了解博人 坐上去就是不一样 哈哈哈 现在飞机最终马上就要起飞了 好多人在回馆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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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上前生活通话 我们进行往上海 本舱们重庭 做到上海空调的飞机时间 待会需要两小时二十分钟左右 祝你日出一晚 谢谢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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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大家都在乌照 可能是因为我在后舱啊 所以声音稍微大一点 我觉得如果在前舱的话 那个舒适度应该会更高一些啊 但是整个其实噪音还是很小的 嗯 呃 马上坐在后面 而且很稳 嗯 现在停机了啊 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家C919它的座舱设计 以及它坐椅的一些细节啊 首先 这个座椅真的是 我觉得在头级别 应该是最宽的了 而且中间这个座位 啊 还加了1.5啊 这中间一般没有谁愿意坐 但是为了这个座位是 增加了1.5厘米的一个宽度 然后前面我们来打开一下 这个小轴板的面积也挺大的 打开 这居然可以 它把这个杯槽放在这里 刚好就可以放银铁了 它是这样一个伸缩的设计 然后这边有可以放一些杂质 包括下方 这些储物格 这边这个袋子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上面还是一个专属的 这样一个logo的设计 G9J全球手架 然后还发现一个细节点 就它这个阅读端和空调的出风口 它是集成在一起的 就跟我们常见不一样 但是这个蓝灯好像是一直 它会点亮的 长时间会亮 像个氛围灯 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然后除此之外 就是这个座椅下方 它的这个充电口在这里 每一个各自配置了一个USB的接口 可以进行一些充电在空中的时候 现在就等着放饭了 因为马上就要开餐了 看看今天吃什么 小鸡肉面条 谢谢 小心烫了 吃了用了 开餐了 这边是一个面 一个水果 然后一个银耳的汤 然后这是一杯苹果汁 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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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老板啊 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我更想尝试一下 手航上的领富多灵门餐 这个看着实际感觉更棒了 今天这架飞机最受欢迎的部位就是卫生间 今天就进去体验一下 第一视角带大家感受 这就是C919的卫生间了 对整个空间感感觉还是挺 不说宽敲吧 但是还是感觉不那么局促 因为它整个都是白色的 所以很明亮也很简单 然后这边是洗手的 然后白总 好吧 看接下来的画面就 算了吧 飞机家伙吧 大家再一次这个欢呼鼓掌啊 因为一路过来都不是很颠 完全没有颠 而且在刚才下降的时候 刚才起飞和下降都没有 就耳朵的这种不适感 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这架飞机在磕藏 这个这个一些印象上的一些用法 今天落地停在一个远机位啊 当然大家都舍不得下飞机 因为大部分都是飞游哈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这一切都是新的 什么感受都是新的 你也是从哪里过来 从广州过来 我现在等下 专门从广州过来 等下直接转机回去 我也是要转机回去 清洁带还有吗 有 谢谢 我是跟你们这个飞机飞了好久 可以了 你昨天也飞 自我昨天也是 对 在几些东西 现在哪里 都在机组这里 都可以 四个机长 四个机长一起飞 这应该是国内最高配置了 给大家看一下公务舱 公务舱的这款座椅 也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一个座舱的座椅 而且是零重力的 这次没买到票 下次有机会一定来感受一下 现在大家透过视频看一看 如果坐到C919的公务舱 会有什么感觉 第一次大家都使用不得下飞机 一遇未尽 整个行程太快了 而且四个机长的配置在国内 应该很挑战吧 现在我们再透过镜头看一下 C919 完美的ending 不到三个小时的C919航程体验 到现在都还意犹未尽啊 虽然今天已经不是C919的首发商业航班了 但是机组还有工作人 都给足了大家的仪式感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下飞机 在那合影留念签名 一同分享这份喜业 而且今天特别的感动啊 在飞机起飞降落 还有滑到停机位的时候 大家都不愿而同的鼓起的掌 欢呼声和掌声交融在一起 这个场景应该永生难忘吧 我想这份掌声呢 也不仅是献给C919 更是献给我们中国民航制造业 璀璨的明天 ż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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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ż가 这份看见 公 Crisis 1 neuen 1 2 2 3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